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陈寅 在过去十年里 大陆成为国际邮轮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 出入境的人次动辄超过了400多万 而大陆的邮轮市场主要都是针对年轻人 另外欧美注重的是银法族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除了悠闲漫游的元素之外 也增加了人工冲浪 高空跳伞等活动 甚至在吃的方面也不能马虎 除了西餐日料 连著名的北京烤鸭也吃得到 驰骋大海气势非凡 造价12.5亿美元的移动城堡 搭载5000多人以上海为母港 开发多条旅游线路 惨攻大陆市场 可以看到整艘游轮的杂版 这个观景舱叫做北极星 高度最高能够达到92公尺 也就是大约30层楼高 透过你这个画面可以看到整个海面 透明舱体升空 不同角度欣赏海上巨无霸 一望无际 新旷神仪 我很震撼说实话 因为我以前可能停留在 就是游轮的面积没有这么大 就这一艘游轮是我坐过 我看的面积比较大的 它总共有16层 发市冲浪目不撒紧 日光欲吹海风 早就无法满足喜欢追求 刺激的年轻族群 人工灶浪即便是菜鸟 都能有模有样 就算被瞬间大浪打下 也能零零畅快 刺激的 它是整个啪玩意甩的 甲板上人人都能成为 极限运动好手 没办法向教练 上下移动来时自如 也能模拟高空跳伞 刺激快感 前所未有的那种失重感 因为我前面一直在笑 突然我感觉我的脸在抖 然后就把嘴巴给合起来了 不同区域的旅客 对于游轮度假想象 也不尽相同 欧美课程多半是引法族 偏向悠闲慢活 大陆预定游轮旅游的年龄段 落在30到40岁的状年 30岁以下 更是潜在消费主力 喜欢热闹 同心未敏 平安起航 太前而归 欲祝好运的知名仪式 由明星夫妻党黄扫明 Angela Baby 这里一起见证 这艘专门为大陆消费者 打造的邮轮 散发者浓浓东方味 主角踏上丝绸之路 贯穿印度波斯 罗马 各种异国元素 舞者在观众身边翩翩起舞 还有现代机器手臂 搅弄萤幕背景 虚实交错 反映了我们对这个亚洲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呢 他的偏好的一种解读 鼓倒这种 不是就是唱 一定要有很多刑期的动作 也是特效这种震撼东西 欧式日系甚至连川味美食 船上都能吃片 为了做出地道的北京烤鸭 邮轮公司派员工到北京名店两个月 鸭子保存在四度C的低温 风干时间更长 口感酥脆 肥而不腻 这是第一次就是吃到传统的中式料理 然后还是就是经典的 就是烤鸭这样子 然后我刚吃的时候 觉得那个鸭肉蛮嫩的 就是不会说在邮轮上的餐点 就比较逊色 毕竟在邮轮嘛 不能有名火 所谓的话我们的设备 现在是用那个电子烤鸭 其实烤鸭效果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在门店的话 我们用木头 它有一个果香味在里面 镜头 我喜欢镜头 好 让我们走过来 吃饱喝足 玩片设施 还有邮轮幕后秘星长知识 游客逛大观园 一层层网萨深入工作核心区 邮轮的厨房也是旅游的卖点之一 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工作人员 在处理上千人的餐点 肉块经由高温逼出丧气 前菜点心也同步分工进行 蔬菜 肉品 海鲜等食材 都储存在冷冻库里 专人管理 这就是衣服的衣服 银河大陆消费者 意大利南高音街地气 替茶饮邮轮分店开幕暖场 也有业者请出歌手王力宏 化身船长 华招百出 但邮轮旅游却出现疲态 2018年大陆13个邮轮港 共接待969艘次 同比下降17.95% 出入境旅客也同比下降 0.98% 95.5%的客人 对邮轮是不了解的 但这个潜力的挖掘在于 去找那些没有做过邮轮的人 针对这些人的话 你就是要在产品上 不断地想讲 我们要理解这些人 他到底要什么 对邮轮轮的天气线 象征大陆游轮旅游的前景 超过2亿的中产阶级 逐渐茁壮的高端消费力 鼓励欧美香港游轮品牌 抢进大陆 一旦锁定他们的喜好 将是游轮持续航向 蓝海的原动力